蔡皮如这两天讲了一个秘心 就是说当时柯文哲也就是竞权总部 不是去告了端木正吗 告了端木正的时候 柯文哲就非常后悔 那只有蔡皮如这样讲吗 没有 他之前传给他一个非常重要的 清楚的时候他也讲 他说当时怎么会去告端木正呢 你怎么会告会计师呢 你就是因为告了端木正 让整个事情无法收拾 那我现在问了 当时他想测告都来不及了 然后那问题来了 这么多人都已经讲了 也越来越清楚了 柯文哲根本不想告端木正 就算想告端木正 他最后也想踩刹车 就算踩不了刹车 他还想去挽回 可是为什么他还一路的 踩这个所谓的油门 一路的往前走 一路的跟端木正来作对 重点在谁 重点就在黄珊珊 好 那我们就看到了 黄珊珊最近的一段作为 不管是说你站在了 那个所谓的陈佩奇的后面 你叫陈佩奇讲那些话 或者是说你今天 帮柯文哲辩护的所有事情 你都是把柯文哲夫妇 给推上火坑 甚至我们之前讲到说 你的竞选总部的仗 做得乱七八糟 你竞选总部的仗 做得莫名其妙的时候 他有没有每天开棋子会 每天开棋子会 可是他每天开棋子会 只是给大家更多的笑料 给大家更多的话题 更让大家知道说 这个竞选总部有多么的仗 糟糕 任何一个总干事 如果做成这样的话 我今天是这个候选人 我一定把你打到18层地狱 我一定把你永不入用 结果 他现在还可以代表柯文哲 跑到了费城去 而且你发现 他才是整个民众党的淫误者 我很多朋友都一直在问我 一直在问我 黄珊珊到底有什么通电的本事 他跟柯文哲到底是怎样的关系 为什么柯文哲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黄珊珊他练了金钟罩铁布山 为什么这样说 你们看柯文哲的硕案件 你从这个北市科 或者说从金华城 到他的境界 这个政治现金的案子 的作假账的案子 甚至很多案子 每一个好像都跟黄珊珊 应该是有关系的 黄珊珊无意不语 应该是有关系的 但是问题是 每一个都烧不到他 你都没办法 甚至连约谈他 他都没办法约谈他 他完全散得一干二净 再来柯文哲 现在这几天他不是说吗 他曾经写给他的这个 这个前这个创党元老 就说 我很后悔告这个会计师 当初怎么会做这个决定 这个决定是谁做的决定 这决定是黄珊珊做的决定 可是柯文哲好像也没办法 奈他无和的这个状况 也不敢开除他的党籍 那只能让他停权 问题是停权之后 保险他现在柯文哲不在 他还代表柯文哲到美国去开会 他还可以在民众党的党团 来开记者会 那没有人党得了他 刚才讲的蔡皮录讲得很清楚 在提告端木正的隔天 柯主席走就想撤告了 可是会计师已经被约谈了 表示说柯文哲根本不想告 也不愿意告 还想插车 可是他就是党不了 难道黄珊珊讲话 比柯文哲还有分量吗 还有一个更关键的是 他不是签下了六点协议吗 签下了六点协议 你记录他之前讲过什么 他说如果我落选 民进党一定把我操家 他知不知道他落选要面临 人生最大的难关 他知道 所以签下那六点的协议 我觉得某种程度 他要买一个保密服务 可是谁不准他退的 黄珊珊 谁在旁边跟他一起哭的 黄珊珊 所以今天柯文哲想要有 任何保密的时候 他想要有任何散的时候 就有一个人阻止他 那个人阻止他就是黄珊珊 然后把往实力打 对你看这个阿伯不放弃 这阿伯不放弃 我们都不会放弃 他后面的就是黄珊珊 我如果重新回来看这件事情 我就觉得阿伯当时 已经知道不对劲了 阿伯已经讲过 如果他落选 他一定会被民进党 整个操家灭族 他害怕他害怕 他知不知道他有今天 他知道有这几天 他知道他唯一的就是 跟蓝白合作拿下政权 他才可以保他的生命 结果是谁 逼他一定要非选不可 你看没有黄珊珊的时候 他就会签这个 然后马英九在旁边说 你也没想到会有今天吧 他当时是这样子的 但是回去之后完全就不一样 所以你都知道说 事实上黄珊珊对柯文成的影响力之大 甚至呢 他在民众党的影响力之大 甚至连陈沛琪都说过 没有黄珊珊 我们民众党早就没了嘛 所以他说黄珊珊真的非常厉害 所以你看现在 蔡壁如看不过去了 蔡壁如这一次他就炮打党中央 事实上现在就是黄珊珊嘛 他就直接讲嘛 他说 你在告这个端木正的隔天 那就是黄珊珊去告了隔天嘛 柯主席已经想要策告了 但是因为当时的会计师 已经被这个检调拿去约谈了 结果他还说什么 看不过者旁边来叫我 叫我 问我说 你能不能联络到端木正 他说我根本没办法联络到端木正啊 所以你知道 他现在要炮打说 党中央当时的处理 非常的乱七八糟 乱七八糟是指 当然就是指黄珊珊 你当时的公关危机处理 都非常糟糕嘛 所以他现在炮打黄珊珊 可是问题是 毕如啊毕如啊 你批评太多也没有用 为什么没有用呢 因为黄珊珊还是非常的稳 你根本无法动摇他的一个状态 你如果去看他的脸书 我完全感受不到说 整个台北政坛新风雪雨 你也感觉不到说 他的主席 他最爱的主席 现在已经身陷牢笼 他拍了一张照片 他快乐的在废城 好 姐 那目前为止黄珊珊多厉害 你看他整个案件的过程里面 他都没有发任了一句 一个脸书 他唯一发的脸书是什么 我说我现在定调 我们要用这个都市 这个所谓台北市的 这个都市计划法 第四条例子 第二十五条 我们是用土力 我们帮他 我们是土力厂商 他只有发过这个 然后卸下来就到美国去 这个happy happy 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他告诉你嘛 黄珊珊在这一次的 这个整个角色里面来说话 大家都摸不清楚 他到底是扮演 他明明是好像每个案子 他都无意不语 但是呢 问题是又没办法烧到他 那明明他们犯了这么多错 照理一个正常的人 应该老是早就把他fire掉 把他踢 把他开出党籍 现在民进党早就开出党籍了 物理事也没有开出党籍 然后等到阿伯进去的时候 他现在又变成是 党的这个实际的领导人 所以我也实在搞不清楚 到底黄珊珊 他到底做什么样的重要性 在柯文哲的这个眼中 他到底是神还是鬼 我们也看不清楚 炮一圈 无间道最好看的是 你不知道他是神还是鬼 你不知道他是正还是邪 你根本不知道是哪一边 我现在看到黄珊珊 我就那种感觉 他到底是刘德华 还是梁朝卫 他到底是哪一边 他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还有他为什么一路的 逼着阿伯 非选不可 不是 宝林哥 你应该真正问的问题是 黄珊珊的老板到底是谁 他一路是不是从新党 你知道最早他在新党的时候 跟的是谁你知道吗 好龙斌 也就是他现在 破口大骂说 你好是否任内徒立场上的好龙斌 那时候好龙斌对他做了什么 等一下 黄珊珊是好龙斌一路带出来的 对 他是好龙斌带着他一层一层爬楼梯 跟人家帝文轩 让他可以在非常年轻的时候 选上市议员的 当我看 黄珊珊以前有这么可爱过 我不觉得可爱 他踩的是谁 他现在把好龙斌 狠狠踩在脚底下 过去这是他进入政坛 提携他的第一个老板 叫好龙斌 看看他怎么对待 结果后来新党发生什么事情 灭亡 新党直接亡党了 现在名存实亡 基本上来讲是政坛没有影响力 结果他又加入另外一个人是谁 清明党 就清明党 他变成宋楚瑜带匠 不是带匠 他说他是我的家人 他说宋楚瑜是我的家人 我们情同妇女 结果你知道后来他统谁吗 他统谁 就统宋楚瑜 真的假的 说宋楚瑜卖台 卖台 说宋楚瑜搞那一个我两次 我第一个不认同 我直接退出清明党的干涉 他不是家人吗 对 他就从这样 所以我们讲讲是讲家人 背后统也是统家人 我跟你讲 宝德哥 你知道他的最凶 不是一家人 不统一家人 对 统的最用力 各位 我跟你讲 统最凶的往往都是兄弟 戏强 家人内讧 这个比外人困难凶 就他马上说 宋楚瑜讲这个两次 我非常不认同 我马上退出 我就是清明党之后 文宣部主任 我跟宋楚瑜划金界限 划金关系 所以宝德哥你知道吗 到了后来的 那时候我们讲 从三生要选举 2022年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直传出一个消息说 宋楚瑜可能会立刻站台 宋楚瑜可能会立刻站台 因为两边极片撕破脸了 宋楚瑜有没有对他恶言相当 没有 从来没有 就后来宋楚瑜没有来 没有来 所以你知道 待机大掉 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最重要的是 其实我爆一个料 那个时候宋楚瑜 原本2022年的时候 对不对 宋楚瑜你知道他要干嘛吗 他有跟柯文哲谈 他们那时候两边 事实上有在沟通哦 有在谈合作哦 都会在说 我们是不是未来2024 我柯文哲跟宋楚瑜 我们两个一起 然后包括我们的立委合作 因为宋楚瑜想干嘛 他想要延续他们的 清明党 清明党的命脉嘛 结果宋楚瑜知道 爆出一个消息 你知道爆出什么消息吗 什么消息 政坛都有传闻说 突然间外媒 不知道哪里来的说 宋楚瑜在瑞士 有4亿元的财产 就突然间爆出来了 不是宝德哥 然后你知道怎么样吗 两边谈合作就出来了 就没得谈了 就没得谈了嘛 那我就问一个 很简单的问题 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好了 谁会知道 宋楚瑜的这些秘息 只有一个人嘛 他的女儿嘛 他政坛的女儿嘛 是谁 黄珊珊嘛 对嘛 所以我问一下 黄珊珊这个时候 你看不只是新党 连亲民党 已经把人家踹了一脚 然后跳槽到 我们讲的民众党去 所以刚才讲到 1998他是新党 2002他是亲民党 2016他是民进党 推荐的参选立委 而且他讲到 小英对他是照顾辈赤哦 宝德哥 大家都忘记那段历史 你想想看 他已经糟蹋了两个老板了 结果蔡英文 这个时候是发生什么事情 那时候为了让他选立委 宝德哥你知道谁在哭吗 高家瑜 高家瑜那时候在哭 因为为什么 高家瑜说我就是民进党的 为什么不提名我 为什么他提名黄珊珊 但蔡英文也没有理他 没有理他 独牌众议哦 黄珊珊的时候谁也不知道 而且高家瑜惨到什么程度 他连中央党部的门 只能在门口 你连进都进不去 照理讲 你想跟蔡英文见一面 门都没有 对他本来要拦叫成情 都在黄上威远去 结果连敲几股名人 进都进不去 为了谁 为了黄珊珊 就为了黄珊珊 然后你看到最后黄珊珊 这时候才加入什么 加入民众党 所以我就反问一件事情 你去看一下新党的 最后我们讲的挂了 对不对 清明党我们讲的 现在也挂了 那包括现在加入民众党 也挂了 那我就请问一下 唯一这三个政党挂 土力道的是谁 谁 对谁有利 就民进党嘛 差不多在黄珊珊 做的一切举动 都对民进党有利 真的假的 他唯一没有伤害过的人是谁 民进党 蔡英文 他唯一没有伤害过蔡英文嘛 对不对 所以保陵跟你想想看 黄珊珊现在跟你讲说 哎呀我代表柯文哲 然后我喜之之的 我非常高兴 我根本无所谓 还可以代表党主席 不是 保陵哥我跟你讲 更残首 我跟你讲 我都怀疑 到时候如果柯文哲 真的起诉了 到时候如果柯文哲 真的一定审定业的 你知道现在最后一跳出来 第一个有可能跳出来的民众 踹来一脚是谁吗 我跟你保证 绝对是黄珊珊 因为包括我们刚才讲的六点声明 包括我们讲的蓝白河的破坏 黄珊珊都遂行一个目的 你从头看到尾之后 你才会终于理清楚 她的老板是谁 她的老板绝对不是郝龙斌 也不是宋楚瑜 也不是柯文哲 她对了最好的 她唯一没有辜负的 就是民进党 所以吴董 我好像在看一个无间道 神也是你 鬼也是你 你到底是哪一边的 黄珊珊 其实她头脑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 当然不好 黄珊珊这种典型 因为我们很了解 我们是镇村长大的人 她是镇村里面的大妈 大妈干什么你知道吧 勇敢 什么都敢 骂人 要东西 吵架 打小孩 这种耍坡 什么她都敢 这黄珊珊的好处 她的整个文化的背景 就是镇村大妈的背景 所以你说你现在要去理解 黄珊珊 你要用镇村大妈去理解她 她就是很勇敢 就是那个可以拿着菜刀 去赶孩子的 什么都敢 她也没有知识 她也没有内容 人家台大法律系 所以我说很意外 台大法律系 她搞的律师当得很烂 全台湾都知道律师很烂 对不对 她会台大法律系的人 去鼓励 去建议柯文哲 在今年四月份去告我 那现在柯文哲多惨 不是 告你还要告端木正 还坚持要告端木正 她都是要告一些 她不该告的人 结果告半天 结果她帮她忙的人 要倒大门 黄珊珊 她在台湾政坛上 有什么令人惊艳的表现 你讲一滴 见识你给我听 你可以在新党 你可以在清明党 你可以变成小英女孩 你又可以变民众党 不适其功 那个哪有 那个不叫不适其功 那个叫做投机倒把 投机倒把 投机倒把 那个没有意义了 这个怎么叫不适其功 一点都没有 他也没有 他连选立委 民进党让他选 他都选不上 这么一个人 但是厉害在哪里 你要搞清楚 柯文哲那么厉害的咖 柯文哲这个人 是道德底线很低很低的 柯文哲是厉害得不得了 他2014年 有没有帮过柯文哲 没有 没有 2018年帮过柯文哲 选举没有 没有啊 2018年我在帮 对 你不要 他咖不在 他不在 黄珊珊不在 黄珊珊从来没有帮过 柯文哲选举 很简单 他都自己在忙 他在忙他的嘛 对不对 但是我问你 他突然间变台北市副市长 对 所以这就是 随忠就有猫腻 而且是最重要的台北市长 那是后面的发展 对对 他怎么会从一个市议员 一跳跳到台北市副市长 副市长 而且柯文哲为什么用他 这个整个人事的安排 后面的背景是什么背景 他都不知道 就是他也没有票 对 他也没有钱 为什么要用他 为什么 不知道 所以这里面有神秘的地方 有神秘的地方 好 第三点 我刚回答刚刚世聪讲的 他那么多事情里面 他都没有事 他都没有当被告 对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金华城 是他最重要的 给柯文哲的战功 不是 给柯文哲的利益 对不对 但是金华城是 跟不归他管 到目前为止 神经纪也不会咬他 对 所以他没有犯罪 你知道吗 他只是 但是他没有干副市长 他在当介绍人 他在当仲介 但是看这个事情嘛 所以他有什么 为什么勇敢 他的勇敢 就是他做政治 一路走过来 都跟着钱走 就是聪明啊 他跟着钱走 最简单的方法 对 这个不要IQ 不要知识嘛 就跟着钱走 哪里有钱 就跟着钱去 又好了吧 哪里有钱 就跟拍谁马屁 对 蔡英文有钱 就跟上 他就看上不看下嘛 他就这么有一个人嘛 所以他到今天为止 他把柯P卖掉没有 一定卖掉了啊 真的假的卖掉了 他就讲25条 就是把柯P卖掉了嘛 他没有本事的人 你知道吧 他跑去美国 参加那个叫做什么 国防工业会议 台北国防工业会议 他懂个 就要到我们节目 来跟我谈国防概念 好不好 不是 我不懂 你明明是财政委员会的 而且你们也有国防外交 现在你的国防外交委员会的人 也当了招委 草包 那你应该找你的国防外交的人去 就算是草包 也应该是他去啊 也轮不到你黄山山去啊 他本身是个草包 他本身是 所以他瞎缴获的一个卡 瞎缴获 他没有本事 大家都误会他的 他今天的唯一的理 唯一的机会就是 他干的 帮柯文哲干的最大的功劳 就是金华成这件事情 金华成他都每次手当其冲啊 对 但金华成不归他管 所以犯罪跟他无关 那都是插人的事情 对 那这种人 他有什么可体之处呢 有什么本事之大呢 有什么值得让大家尊敬之处呢 通通没有啊 这种人在台湾社会 本来就是会淘汰掉 我不知道 因为在民众党 又有柯文哲的依附 他是依附在柯文哲之上 才有他的黄山山 三个字出现 我请问你 在柯文哲用他之前 黄山山曾经在台湾 重视过吗 好像没有 从来没有人重视过他 他是个谁啊 他是 你哪个单位啊 你是谁啊 没人听过黄山山 没人重视过他嘛 对不对 他从来没有离开过 这些大家在讨论他 莫名其妙嘛 大家还吃醋 那是你民众党内部里面的 一个茶壶里的风暴 民众党的破落户里面的一些 一些不足为道的一些丑闻嘛